第十字幕 李宗盛 第十字幕 李宗盛 第十字幕 李宗盛 遗叉之毒 走 再来一个 坐好 去 昨日还在白水园被人关在柴房里 现在就回电话楼了 这你都知道了 还不是担心你 特意打听的 小丫头 多谢苏姑娘的关心 帮我喂狗还有空闲 打听我的生死 不止你的生死 我还打听到以前方大少爷 两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什么 什么答不答案呢 那都是哄小孩的 说这你呢 咱们两个还是收拾一下吧 赶紧去找下一块天兵 这就走 那牛头马面还没出呢 再说交给方多病 你放心啊 那两个人呢 如今只有一个人还能动 方多病自然应付得来 更何况我们这个白水园四周都是机关 这个李霄想传也闯不进来 走吧 你怎么了 我扶你去歇一会儿 不碍事 也许是累了吧 什么声音 是爆炸了 好像是承熙 白水园方向 你年前这个准备爆炸了 是不是到了那个矿洞的事啊 是不是又有人下火爆炸 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矿洞肯定得出事 是啊 什么鬼是这个呀 什么鬼是这个呀 你已经醒了 罗魔天兵 没这么容易拿到吧 既然已经拿到了天兵 还抓我来干什么呀 自然是引李门主过来 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吧 不错 我来了 为了把我引过来 这么大费周章 李门主心计深沉 为我弟弟解了臂中计 却又下了天下第一起毒 臂茶之毒 快把解药拿出来吧 你都说了臂茶之毒 是天下第一起毒 那我怎么可能会有解药 别人或许没有 我相信 李门主你一定有 你应该听过李象仪的名堂 我劝你尽早放人 否则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 你也怕蛇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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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觉得你怎么会 你不能那么计划 你不懂